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靠着为人清洁环境的家事服务 尽管生活不宽宇 但是她说能够安稳的生活 已经让她很满足 泰国籍的新移民许玉秀 有一张圆圆的脸圆眼睛 很难想象脸上总是带着笑的她 其实是一位 靠着家事服务赚取微薄收入 独立抚养三个儿子的单亲妈妈 最满足我觉得小朋友得到就是快乐 然后我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跟着我 对啊像那个礼拜六拜天 有时候他们会去帮我 对啊 特别是读高一夜间部的大儿子很孝顺 几乎天天陪徐玉秀去做打扫工作 也会清洁家里 20年前不懂中文的徐玉秀 嫁来台湾 生了三个儿子历经婚姻磨难 直到五年前离婚 才能开始认真学中文 好在语言的不通顺并不影响徐玉秀 因为她有新移民坚毅的性格与真诚 不只信任我 那他们把我 我一个人当成他们的家人 那我记得很开心的 像是墙上这幅艺品 就是雇主送给徐玉秀的小礼物 和三个儿子相依为命 在逆境中重申的徐玉秀 现在也常常参加移民署的座谈演讲 要把她的经验传承给其他人